新年快樂 大家好 新年我們一定要來跟大家拜年 我們每年捐獻給醫院的這個 去世醫生的講座呢 會在農曆春節之後呢 開始上架 然後也希望大家今年繼續的 支持我們這個愛情的這個供應活動 大家已經想要知道說 明年我們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明年呢是葵卯年 葵呢是破具化鹿 太陽化劑 慾望的產生呢 會讓我們啊 有更多更多的夢想 要去完成我們的慾望 那在疫情過後的這個時代裡面啊 我們一定會有很多人生的改變 那坦白說 當這三年疫情結束之後 在葵卯年會一點點小小的動亂 大概前半年 那後面呢 就會讓大家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然後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後重新燃起很多自己的夢想 符合這個太陽化劑跟破均化鹿 一個看起來好像很動亂 其實呢 是一個重新讓你有更多美好機會的一個時間點 當然先帶頭小小分享一下 今年的重點會是破均化鹿 那破均屬水 那水這個概念呢 一般啊 在顏色的角度上面來講 我們通常會覺得它應該是藍色系的 但是很多人不曉得說啊 其實啊 在古老的年代呢 水是黑色的 譬如說秦朝的潮符它就是黑色的 大秦帝國他們覺得他們屬水 所以呢 他們的潮符全部都是黑色的 黑水跟藍水的差別在於說 藍色的水是比較流動的水 而黑色的水呢 是比較穩定而平穩的水 譬如說你看那個很深的大海那個是黑色的 溪流這個我們會覺得它是藍色的 或者比較淺的還是藍色的 那比較深的還是黑色的 因為今年是破均化鹿 所以啊 今年啊 如果大家要選擇增加自己的人員 或者是增加自己的水的力量 然後讓自己帶來更多的彩 那你希望要選擇顏色的時候呢 水的顏色是一個現象 可是今年就會建議大家比較要偏向 黑色系的遺膚 或是黑色系的飾鑒 尤其如果說你自己的命盤上面 是這種比較動盪的星藥 譬如說七煞、貪狼、破菌 或是說有煞性的這種星藥 都會建議要選擇水的時候呢 應該要選擇黑水 而不是選擇藍色系的水 這一點小小的跟大家分享 配上一點點金色的收視 都會為自己在開春的時候帶來 一剛開始就很強旺的運勢 接下來呢 我們就讓各個老師啊 來跟大家分享 各式各樣 你希望明年有什麼樣的好的運勢 應該要做哪些事情 大家好 我是Rona 好久不見 在這邊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兔年行大運 新的一年的到來 想必大家對於小人的議題 還是非常的在乎跟關注的 那有關於小人 他是一個人馬 想必就是動態的狀態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需要注意 是流年的 蒲翼宮、千怡宮、關陸宮 這三個宮位當中 如果大家有看到以下四顆星 櫻煞、伏冰、紙輩、斐蓮 那以上這四顆星呢 大家就需要注意 可是因為他畢竟是小星星 所以當看到前面敘述的三個宮位 以及剛剛講的那四顆星星之外 也要注意同工的主星裡面 是否有跟人際上面有相關的 例如說 蓮真、天象、巨門、太陽 當有這四顆主星的時候 他不見得會構成問題 這時候通常會遇到有問題的 都需要再加上煞忌 容易讓我們跟對方在相處的時候 產生不愉快的狀態 那以上條件都具備的話 就會是各位需要注意 可能小人就在你身邊 那關於小人就在你身邊 你想要知道他是什麼人 什麼生肖 會影響你多久 這時候在學會開的講座裡面 有關小人不要來的主題講座 裡面有詳細的解說 那歡迎大家報名報起來 在這邊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好運旺旺來 大家好 我是嘉瑜 在2023年魁茂年的嘉瑜 要教大家如何運用家中的方位 嘉瑜自己增添財運 打開紫薇斗樹命盤 找到今年流年的財博宮 跟福德宮的位置 今年流年的財博宮 大家的位置會在帝織衛的海衛 福德宮會在帝織衛的四位 依據財博宮與福德宮 公衛的公衛的公肝 找出方位 如公衛裡面的公肝尾甲 會在東南方 乙會在東方 餅跟物會在東南方 丁跟吉會在南方 跟會在西南方 金會在西方 人會在西北方 鬼會在北方 依據財博宮與福德宮 公衛公肝找出家中對應的位置 例如公肝尾甲 我們就在家中的東南方 或者是房間的東南方 點上香或者是蠟燭 才會保持光亮增添財運能量 歡迎大家有空來學會的陳新堂 陳新堂裡有供奉一尊 大家非常喜歡的桃花仙娘 組長的是人緣跟財運 祈求桃花仙娘讓我們在今年 可以增加財運人緣旺旺來 祝福大家在奎卯年 心想事成財運亨通 數錢數到兔 恭喜發財 大家好我是國際指揮學會的講師 湖泊有到了新的一年 每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多多少會想要找一些開運商品 可是實際上這些開運商品 是不是常常會覺得說 跟你的居家風格 或者說跟你的穿搭風格 好像不是那麼一致 大家都知道嗅覺 跟我們的身心靈 還有生理跟心理的這種運作 甚至跟我們記憶裡周圍的感官 是有關係的 所以透過嗅覺 我們可以打造就是個人的這種行動的風水 你喜歡比如說室內的香氛蠟燭 又或者是說一些個人的香氛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用這些個人洗目用品 或者說身上有味道的話來講 其實有些清潔劑 或者居家環境裡面使用的作品 如果有這樣子自然的味道的話來講 也會起到相同的作用 那2023年龜毛年呢 如同大根老師與我在新書裡面跟大家分享的 經歷了這麼幾年的這種壓迫的感覺 一切都會有一種反彈 爆發性的或是報復性的 這種譬如說現在很流行的用詞 報復性的消費啊 報復性的旅遊 就是人會有一種異動的心 如果感覺情緒很滿 隨時都有這種消費的衝動的 這種慾望的狀態的話來講 其實羅馬羊柑橘 大馬是個玫瑰 又或是大家熟悉的薰衣草 其實是非常適合的精油 那如果你再加一些根部性的 譬如說像是鹽蘭草這樣子的味道 其實也有助於增加你的理性 那如果思路不清楚的想要去增加你的 邏輯思考還有思慮的敏捷性的話來講 其實薄荷 油加利 還有迷迭香這樣的味道是很適合你的 那如果說前面分享的味道啊 都沒有你喜歡的味道 現在其實非常流行木質調的香水 這種香味的來源呢 其實多幹來自樹幹啊樹枝啊樹皮啊或樹根 它主要就是會平緩你的情緒 增加你的理性思考的部分 這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它跟紫薇斗樹裡面 掌管理性的這個無性屬性 木頭的概念是相同的 它這些植物的力量 我們剛剛講的樹幹樹皮樹根 這種東西用這種自然力量去療癒你 增加你理性思考的這個部分 那還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這些東西每個人的使用方式不同 如果涉及到比如說 關於是比較更深度的放療使用方式 這些香味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孕婦 如果家裡你有小朋友 你身體有不舒服的狀態 或是有寵物的狀態 還是要建議大家 參考專業人員的建議之後再去做使用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來講 也歡迎追蹤我個人的粉絲專業 琥珀呢是一個便扭 但是不別角的斗樹講師 裡面的話來講 時不時的我們會用一些趣味的分享 然後也有這些購物訊息 譬如說我自己喜歡亂買的東西 然後去跟斗樹結合跟大家分享 那謝謝大家 那再次祝大家新的一年呢 開心 順利 平安 謝謝大家 大月 嗨 看著身邊的朋友紛紛的在脫單 到底我的桃花什麼時候才會來呢 來 今年由大月老師來想辦法幫大家把 你們的好人緣好桃花拉拉拉拉拉過來喔 讓我們來幫大家找到屬於自己的桃花專屬幸運色 趕快把你的命盤拿出來找一下你的地支醜味這個位置 在這個醜字的上面你還會看到一個中文字 那麼我們就來對應醜味上面的這個公幹 來找出你的幸運顏色囉 如果你的上面這個字是 那麼今年專屬你的桃花幸運色 就是綠色像綠色的筆記本啊 綠色的小錢包啊 那如果說 我覺得我身上真的不能出現綠色的東西怎麼辦 沒關係喔 準備一盆小盆的綠色盆栽 放在你的辦公桌上面 也可以幫你招來好人緣喔 如果你的上面出現的是丁跟擠這兩個字的話 那麼今年紅色跟橙色就會是你的專屬桃花幸運色 紅色很容易了吧 紅色的衣服啊 紅色的包包 紅色的褲子 統統都可以喔 如果你的醜字上面出現的是心 心這個字呢 那麼你的專屬桃花幸運色就是白色跟金色 白色一樣嘛 我們很多東西都有白色對不對 那至於金色呢 我覺得我有一點難 金光閃閃在身上 那麼金色的小別針也可以囉 這些都是很好取得的顏色 找一些專屬你的小東西戴在身上喔 如果呢 你上面出現的是鬼這個字呢 專屬於你的桃花幸運色就是藍色跟黑色 那黑色一樣很好找 藍色有什麼呢 嗯 牛仔褲可以喔 或者是藍色的杯子啊 只要把這些專屬於自己的幸運顏色 好好的戴在身上 就能幫大家好好的招來很好的人緣跟桃花喔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新年快樂 事事順利 桃花滿滿開喔 嗨我是凱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用三招簡單的自我催眠法讓你可以忘一整年喔 那我們首先呢 要先準備一個簡單的幸運便遷 第一招呢就是在幸運便遷上面要寫下 第一你是誰 第二裡面要寫下你想要完成的簡單心願 那簡單心願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就是啊 你這個心願啊要很明確 可以衡量 並且呢這是可以被檢討的 那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喔 黃凱莉 農曆年後可以維持現在的體重 而且不變胖 對不對 現在的體重這是可以衡量的 然後農曆年間是一個很簡單的小區間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自我催眠的過程 第一個步驟很簡單 就是靜心的部分 那靜心呢 就麻煩你在每天早上起床 或者是你覺得有一點小小的簡單的空閒的時間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先把眼睛閉起來 深呼吸三次 過程當中你可以盡量的沉澱自己的心情 然後讓自己的心神穩定 張開眼睛 拿起你剛剛的小便籤 念三次之後呢 閉上眼睛再深呼吸三次 開始想像 我在過年期間的時候呢 哇我吃的好開心 在進食的過程當中 不過量 維持良好的體態 這就是一種簡單的沉浸式體驗 讓你直接變成 最後的那一個完成心願的你 在沉浸式體驗的想像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讓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變成是真實的你 那接下來想像完了之後呢 要開始用感謝的心情去提升你的能量長 感謝什麼呢 感謝周遭的人 例如說啊 你在這過年期間當中呢 跟你的父母親啊 好好的相處 然後呢你就覺得 哇他們其實真的好愛你喔 平常也很少機會可以見面 還有很多的親友呢 在這樣子過年的期間當中 可以跟你好好地郊遊 然後一起去遊玩 很久沒見了心情很好 感謝是 是什麼呢 就是哇 竟然在過年期間大家都在放假 還會有餐廳願意開張 然後來服務你 提供你非常好的美食 最後感謝自己 在這個新的一年當中 可以維持永遠健康的自己 感謝自己在未來的一年當中 可以好好的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完成 當你感謝完了之後 你心裡頭就會有一種很擴張的感覺 那這就是一種吸引力法則 當你在內心擴張的過程當中 所有好的能量都會進來到你的 這個整個的場域裡面 這個呢就是達成心願裡頭很重要的一環 第三步驟也就是最後一個步驟 你在感謝完了之後 你已經把你的能量場都擴張了 就開始去想像你達成心願的時候 你是有什麼樣開心的感覺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簡單的三個步驟 可以讓你去達成一個簡單的小心願 如果你進行起來很不錯 去檢核也很不錯 那接下來的一整年當中呢 你就可以分階段的去設置 小心願、中心願、大心願 年中的你跟現在的你就會大不相同囉 接下來的兔年呢 祝大家兔年行大運 天天好運到 去年無曲化季 大家都覺得很需要錢 今年貪男化季 我們要追求好的財富 才好生活 所以我祝福大家 今年錢多到兔 在新的一年裡面 大家都奮發圖強 要眉吐氣 嘉宇祝大家兔年行大運 I love you too 祝大家玉兔銀春好運有春 祝大家玉兔銀春好運備份 祝大家Happy New Year to you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雖然網路上的梗也不見得很好 但你要參考一下嗎 你可以放大它 不放大是我最後的倔強 哈哈哈哈 玉兔銀春好運全面 你那眼感覺上很有顏色 我就想說玉兔清奇 所以這裡要很清奇 這裡要怎麼樣很清奇 還要工商一下 我們有增加很多新的老師 還有很多新的課程 想到今年有更好的改運的機會 然後學會更多的技巧 歡迎來參加我們的課程 課程內容如下